现在呢马上又周末了 今天在亚凯迪亚这边 咱们来看一下华人的批发市场是什么样子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座房产的Chris Liu 一进这个批发市场呢 你就会看到整片的饮料 然后堆的满满当当的 它里面有王老吉 有绿茶 还有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农夫山泉那种 什么茶派啊 还有这个元气森林啊 什么的到处都有 咱们看这个绿茶啊 它这一箱呢 是七块九毛九 我在这个玩意比水都便宜 当然不止咱们国内的饮料了 这里呢还有这个越南的这个豆奶 这个特别好喝 这个就像咱们那个维他奶那种感觉 这种呢就差不多一块钱一瓶嘛 然后六个装的五块九毛八 除了这个饮料呢 另外一个就是华人的主打 是什么呢 就是方便面 这个方便面也是各种各样的 琳琅满目的 有这个各种康师傅啊 统一啊 还有这个螺蛳粉 现在螺蛳粉不是特别火吗 经常有那个吃粉比赛 除了这些东西呢 还有什么哈 你看看它有这个海鲜 这里呢有这个冻的血蟹 血蟹这个血蟹腿 北极贝啊各种各样的 北极贝呢是九块九毛九 然后这个血蟹腿是十四块 这么一这么一包 但是冷冻的哈 另外呢你看它这还卖菜呢 各种各样的菜 这些菜都是新鲜的哈 都不是冷冻的 还有这个牛奶 再就是什么菊花茶呀 果汁啊 反正就是一大堆了 这个牛奶呢也跟水似的 四块多呢买八斤牛奶 这种呢保质期都很短 就属于比较新鲜的那种嘛 咱们再看啊 这边呢又回到方便面了 这里还有华丰三鲜一面 这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 在这里也可以找得到 另外呢日常的用品 比如说什么粉条啊粉丝啊 还有这个各种什么绿豆粉啊 玉米粉啊 甚至说像这种饼干呢香肠啊 基本上都是国内来的哈 什么都有 这里面呢东西太多了 有点拍不过来 反正大家呢 要是有时间就自己来逛逛吧